近前日本首相森喜朗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之后 月底又有外宾要来访了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 应立法院邀请8月29号抵达访问 日记停留一个星期 而捷克首都布拉格市的市长 也会随团来访 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普 脸书发出照片 他坐在长椅上 左手边放了一卡皮箱 上面贴着台湾语捷克国旗 宣布他将随着捷克参议院议长访问团 再次造访台湾 总统府表示欢迎 在国际社会为台湾发声 很坚定的是台湾的国际社会的好朋友 节省的欢迎 自称台湾迷的赫瑞普 曾在去年3月首次以市长身份访台 一年半后将随着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 率领的访问团来台 预计将会见到总统蔡英文 立法院长游锡坤 以及北市官员代表 台湾可以成为国际社区里面一个 很好的成员 那我们也希望北京中共这边 尽量减少用政治干预 正常的往来跟互动 不过捷克访问团预定8月29日来 9月5日凡帝捷克 时间长达一周 团员人数多达90多位 远远超过美国卫生部长访问团 也将比较使用外交泡泡 提检验阴性证明不需隔离 也务必要做好滴水不漏的防疫措施 并且咀嚼跟一般民众有所接触的一个情况 不要政治凌驾专业 日本前首相森锡浪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陆续来台访问 离开后又有捷克政要团要来 台湾在国际版面抢得曝光 防疫也是一大考验 记者张宁川 林凯军台北报道